水資源的供應面臨兩項重大的挑戰 一定要中央跟地方共同合作 才有辦法妥善應應 第一項挑戰就是大自然 大自然的挑戰 根據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委員會 他們的推估 我們的集水區 風水期的時候水會更多 換句話說台灣未來所面臨的處境 可能會是孤者更孤 濕者更濕 我們可能剛做完抗旱的工作 馬上又要進行防洪的工程 所以其實是充滿挑戰 那第二項挑戰是屬於國內的用水情況的挑戰 我記得我在 在當行政院院長的時候發現幾個國內的問題 第一個是因為我們產業持續不斷的發展 對於用水的需求也不斷的提高 那第二個呢 我們的輸水用水的效率不好 那第三個是水資源的區域分配不夠平均 那第四個是被緣的用水不夠 這勢必會帶來台灣產業發展 水資源運用的這個重大挑戰 我已經來了沒有及時雨 沒有及時雨 是即使水就有辦法順利抵達 這個都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結果